問一些可能大家都會比較關心 其中就是油股 因為油價叫做昨天外圍這樣 就是都穿了下來 上中有人留言說XOM 他就有78塊油的 他說怎麼分析他呢? 還有俄污事件對這一隻股份的投資價值的影響呢? 其實我覺得最直接都是跟著油價 但是因為其實我們自己留意到整個能源板塊 就是XOM這類 或者叫做 就是如果我們去看整個板塊的ETF的資金流 其實這段時間是沒有什麼 再有什麼很多錢流入這個板塊的 所以其實我自己也不覺得有一個這麼吸引的水平的 就是正如剛才也有借著金說的 就是說其實這段時間的錢是寧願直接炒商品 就不是特別去炒相關的股份的 其實油也會出現這個情況的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一般一點 但是你說究竟 我會看的就是 因為其實油價有一個挺有趣的東西 嗯 其實你說以前呢 你可能可以 就是 吃很多那個 就是現在油價升 你可以吃很多毛利 但是現在反過來 你現在有油價升 其實那個點子可以變得很快 那個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你想一下以前是沒有電動車的那些東西的 那你變了其實現在是反而 那些人會反而 因為如果我拿加州這樣算 加州的油其實都已經是5元一家輪的 其實是很誇張的 5元一家輪 那變了其實如果我參考回以前 就是0,5,0,8年那些年代 你一去到4,5元 大家已經開始不想買一些大型的車的了 根本你現在還要是有電動車 省了一堆東西 會換得快的 還有其實現在 我自己覺得那個直播率不高的 因為其實現在看來 大家都想壓回油價下去的 是的 就是撇除俄烏事件 其實美國都不會想油價 就是叫做一直在這裡再升 是的 那何況我覺得他們 這個情況下 我自己就覺得油的板塊的直播率高